Hello 大家好 今天被反向种草的叶黄素给大家拿过来了 这个品牌是真难谈啊 我收到的不下有50条 很多粉丝姐妹跟我说建敏斯他们家的叶黄素了 我跟所有的宝妈都一样 为什么非常重视这个眼睛这一块 是因为从2020年开始 咱们国家就是小孩子的近视率 已经达到了52%点多 已经超过了50%了 是怎么导致的呢 就是看电视 看平板 学习机 看书 学习 长时间在这种灯源的照射下 小孩子在学习 都会造成眼疲劳 眼模糊 眼近视 或者是弱视散光什么的 所以说叶黄素一直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叶黄素呢 它是一种脂容性的营养素对眼睛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保护视网膜 黄斑 缓解视觉疲劳 建敏斯他们家的叶黄素是真正有作用的叶黄素 我跟他们品牌沟通了很长很长时间 所有的东西都了解清楚了 因为对于我来说 叶黄素现在普遍两岁以上吃的全部都是软糖类的 对不对 首先这个软糖类必须不能含糖了 必须不能含糖 它必须是零糖零脂的 这一点建米斯的叶黄素做到了哈 有图有正有真相 它是零糖的 大人孩子都能吃 哪怕是血糖高的 就是小唐人也都可以吃 配方纯净 SDS支点零糖 不会牙齿伤害 小唐人也可以吃 无人工色素 无香精 无放腹剂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 小孩子们吃的东西它肯定 配方啊 原材料 我们都比较重视 就因为这个配料跟配方 然后这个建米斯他们家的叶黄素 在六个国家获得了七项专利 非常有权威 什么情况下吃叶黄素 来 眯眼睛 揉眼睛 外头看 斜眼 皱眉 然后挑食不爱吃蔬菜的 过早接触电子产品的 经常近距离看东西的 喜欢揉眼睛 眨眼睛的 去户外活动比较少的 这个AD呢 就是 这一块 就是AD 就是0到3岁吃的AD 明天直播间里边也有活动 然后还有我们爱瑞可的心 爱瑞可的钙 爱瑞可的 那个爱瑞可的DHA 这个心的情况下就是夏天啊 夏天 秋天小孩子们 必吃的一个 所有跟胃口有关的问题 都可以用心去调节 然后再就是这个钙 更不用说了 必备 钙 真的 哪怕是家里边的孩子不去 哪怕是咱们的孩子不缺钙 这个钙也是要日常补充的 就这么简单 DHA就更不用说了 那边的孩子不去看 那边的孩子不去看